腾文公 上 成剑为其井工曰 彼 丈夫也 我 丈夫也 无何谓彼哉 言冤曰 顺何人也 于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功名仪曰 文王我师也 周公其妻我在 今腾绝长补短 将五十里也 有可以为善国 书曰 若要不明炫 绝疾不抽 腾定公轰 世子未然有曰 昔者孟子常于我 言于诵 于心终不忘 今也不幸置于大顾 无欲识子问于孟子 然后行事 然有之邹 问于孟子 孟子曰 不亦善乎 亲丧故所自尽也 曾子曰 生 世之以礼 死 藏之以礼 忌之以礼 可谓孝矣 诸侯之礼 无谓之学也 虽然 无常文之矣 三年之丧 滋书之福 沾邹之时 自天子达于庶人 三代共之 然有反命定为三年之丧 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 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于子之身而反之 不可 解智曰 丧继从先祖 曰 吾有所受之也 为然有曰 吾他日未尝学问 好尺码事件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尽于大事 自为我问孟子 然有父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 然 不可以他求者也 孟子曰 君亨 听于种载 绰周 面身莫 即位而哭 百官有思莫感不哀 先知也 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也 君子之德风也 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风必言 事在世子 然有反命 事自曰 然 事成在我 五月居庐 未有命界 百官族人可谓曰之 即至藏四方来观之 颜色之漆 哭泣之哀 吊者大跃 藤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 民事不可还也 诗云 昼耳于毛 消耳所逃 及其成乌 其始拨白骨 民之为道也 有横禅者有横心 无横禅者无横心 苟无横心 放屁携齿 无不为矣 即献乎罪 然后从而行之 事往民也 因有人人在位 往民而可为也 事故贤君必公检礼下 去于民有志 杨虎曰 为父不仁已 为人不父已 下后世五时而共 因人七时而住 周人白亩而彻 其时解时一也 彻者彻也 住者戒也 龙子曰 智地莫善于住 莫不善于供 供者 较数岁之中已为常 乐岁 利米狼利 多取之而不为虐 则寡取之 凶年 奋其田而不足 则必取盈掩 为民父母 使民细细然 将终岁勤动 不得已养其父母 又称代而易之 使老智转乎沟壑 污在其为民父母也 福世路 藤固行之矣 诗云 欲我公田 遂及我司 为住 唯有公田 由此观之 随周亦住也 设为详续学校以教之 详者养也 孝者教也 序者舍也 下曰孝 音曰序 周曰祥 学则三代共之 解所以名人伦也 人伦名于上 小民亲于下 由王者起必来取法 视为王者施也 诗云 周虽旧邦其命为新 文王之位也 子立行之 亦以新子之国 使必战问景帝 孟子曰 子之君将行人政 选则而食子 子必免之 福人政 必自经戒时 经戒不正 景地不均 古路不平 事故暴君污吏 必慢其经戒 经戒记政 分田智路可坐而定也 福藤 仿地扁小 将为君子焉 将为野人焉 无君子莫置野人 无野人莫养君子 情也久一而住 国中十一始自负 清以下必有归田 归田五十亩 渔夫二十五亩 死喜无出香 香田同景 出入相有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则百姓亲目 方里而景 景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 同养公田 公事必 然后赶至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 此其大略也 若福润泽智 则在君与子矣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 自处之藤 种门而告 闻公曰 远方之人 闻君行人正 愿受一禅而为盟 闻公语之处 闻公语之处 其徒数十人 皆亦赫款聚之习以为实 陈良之徒陈香 与其地心 赴磊四而自诵之藤曰 闻君行圣人之正 誓亦圣人也 愿为圣人蒙 陈香见许行而大跃 尽弃其学而学焰 陈香见孟子 道许行之言曰 藤君则成贤君也 虽然未闻道也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雍孙而至 君也 藤有汤林府库 则是利民而以自养也 污得贤 孟子曰 许子必种树而后食乎 于然 习子必知布而后义乎 预 若 否 许子义贺 于乎 许子惯乎 预 冠 预 乎 吸惯 预 贯素 预 自知之鱼 预 否已素抑之 曰 许子稀未不自知 曰 汗于耕 曰 许子以辅赠窜以铁耕乎 曰 然 自为之于 曰 否以肃益之 以肃益泄窜者 不为立陶冶 陶冶亦以其泄窜益泄窜者 岂为立农夫载 且许子何不为陶冶 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 何谓纷纷然与百宫交易 何许子之不但凡 曰 百宫之事故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 独可耕且为余 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 且义人之身而百宫之所为辈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 是率天下而禄也 故曰 或劳心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四人 治人者四于人 天下之同意也 当摇之时 天下游未平 洪水横流 泛滥于天下 草木畅茂 禽兽繁殖 五谷不登 禽兽逼人 受提鸟鸟之道 遥独幽之 谷顺而敷志焉 顺使翼长火 翼列山则而焚之 禽兽逃逆 与书九合 月几踏而驻诸海 绝汉徘徊四而驻之江 然后中国可得而时也 当世时也 与八年余外 三过其门而不入 虽欲更得乎 后继焦民驾色 树亦无谷 无谷 无谷熟而民人欲 人之有道也 宝石暖衣 易居而无教 则尽于禽兽 圣人幼幼之 使谢为司徒 交以人伦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放熏语 孙之 赞之 扶之 赎之 义之 使自得之 又从而振得之 圣人之幽民如此 而霞耕乎 谣以不得顺为己优 顺以不得语 高谣为己优 夫以百母之不义为己优者,农夫也 分人以财为之慧,交人以善为之忠 为天下得人者,为之人 事故以天下与人义,为天下得人难 孔子曰,大哉,谣之为君,为天为大,为谣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明言,君在顺也 微微乎,有天下而不欲言 谣顺之至天下,其无所用其心在 亦不用于耕耳 吴文用下便宜者,为文便于宜者也 陈良,储禅也 曰,周公众迷之道,北学于中国 北方之学者,为能获知先也 彼所谓豪杰之士也 子之兄弟士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备之 西者孔子末,三年之外,门人志任将归 入依于子贡,相相而枯,皆师生,然后归 子供返,住世于长,独居三年,然后归 他日,子下子张,子游,以有弱似圣人 欲以所逝孔子逝之 抢曾子 曾子曰 不可 江汉以拙之 秋阳以曝之 浩浩乎不可尚矣 今也难瞒绝舌之人 非先王之道 子被子之师而学之 亦亦亦亦亦争子矣 无闻出于幽谷,迁于桥木者 未闻下桥木而入于幽谷者 鲁颂曰 荣笛事应,经书事成 周公方且应知 子世之学,亦为不善便矣 从许子之道 则世价不二 国中无为 虽是无耻之同 世事,莫知祸期 不搏长短同 则嫁相弱 马屡思绪轻重同 则嫁相弱 五谷多寡同 则嫁相弱 巨大小同 则嫁相弱 语 福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或相悲喜 或相识百 或相千万 此彼而同之 是乱天下也 巨巨小巨同价 人其为之在 从许子之道 相帅而为为者也 无能智国家 莫者一知 因徐碧而求见孟子 孟子曰 无故愿见 今无上病 病欲我且网见 以子不来 他日又求见孟子 孟子曰 无今则可以见已 不执则道不限 我且执之 无闻以子莫者 莫知至桑也 以伯为其道也 以子思以一天下 其以为非是而不贵也 然而以子葬其亲后 则是以所见是亲也 徐子已告以子 以子曰 儒者之道 故知人若保赤子 此言何谓也 知则已为爱无差等 师由亲事 徐子已告孟子 孟子曰 福以子信已为 人之亲其凶之子 为若亲其林之赤子乎 逼有瞿而也 赤子扑福将入景 非赤子之罪也 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 而以子二本故也 改上世 常有不葬其亲者 其亲死则举而为之于贺 他日过之 胡离时之 盈锐孤踹之 其嗓由此 逆而不适 福此也 非为仁慈 忠心达于面目 改归返 雷离而掩之 掩之成事也 则孝子仁仁之眼其亲 亦必有道义 徐子已告乙子 乙子武然为鉴曰 命之义 护兰 赤子 作者 放 并 掩之 感谢观看